记者王孟伦台北报道,立伟黄国昌今天爆料,抨击前任金管会主委李瑞昌竟然在今年1月3日出面帮庆富桥贷款,对此李瑞昌反其,这是可以断章取义,公文明明有第二页,上面也写得很清楚,他是如何批示,我要求同仁免在下第一银行,白纸黑字,难道还不清楚吗?金管会不可能也不可以介入。 立伟黄国昌今天指出,李瑞昌在今年1月召开会议,庆富集团董事长陈伟志表达军方付款迟言,要求金管会帮忙协调银行团变更受信条件。 黄国昌说,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李瑞昌,结果银行团退还庆富集团5,5亿被偿新。 对此,李瑞昌说明,当初是因为庆富主动向金管会表达,我们的相关金管法规卡住国建国造政策,当时身为金管会主委,当然要了解是什么法规造成障碍。 李瑞昌强调,后来接见了之后,才知道庆富希望可以调整受信条件。 我当场就告诉他们,金管会不可能也不可以介入,要他们自己去跟银行谈。 说要求协调银行团变更受信条件,怎么可能去看看会议记录第二页,我是怎么才是的。 对于黄国昌指控他侨幸付贷款,李瑞昌表示,这又不是两个人的密会,当场C还有银行局官员都在,还有会议记录。 根据当天会议记录第二页,李瑞昌是批示月并写着,有益盈与该公司协商处理,免再洽益盈。 对此,李瑞昌强调,一般惯例这类陈情案在沟通后,我们都会洽息相关银行,有银行处理这次我还清楚才是,免洽第一盈,都已经这样了,还要硬说我瞧贷款。